大家好,我們昨天學了交通工具的日文 今天就講一些關於性格會用到的日文 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手段 例如你想問你怎樣去東京的話 用什麼手段去東京的 你就可以這樣問 なんで東京へ行きますか? 新幹線で行きます 好,剛剛那兩句就看到 なんで就是你用什麼方法手段 東京へ去東京行きます 就是去這個意思 然後答的時候 我們說用了這個新幹線 你就可以說新幹線で 用這個で去表示你的工具 好,接著就是 如果你想問去到哪裏 要多少錢的話 就可以用以下這個文型 東京まで幾らですか? 230円です 好,剛剛上面就問到 如果我要去東京站的話 需要多少錢啊? まで 是代表去到這個意思 這個終點 然後幾ら就是幾錢啊? 所以整句問下去的時候 就是去到東京車站需要多少錢 然後你就答他需要230円 這樣 好,然後第三個要講的就是 なんばんせん 就是你去到車站 你不知道要去幾號月台 搭多少號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這句話 問站長或者問一些職員 東京はなんばんせんですか? 5番せんです 好,剛剛那裏就問到 如果你去東京站 要去哪個月台 或者正確點 應該是搭哪條線的 因為東京的車呢 它會分1號線2號線 那多數會是同一個地方的 譬如以山手線為例 你可能1號月台 它是沿著攝谷啊 圓宿那邊方向走的 2號月台呢 就會過另一邊上野秋葉原那邊 那1、2號月台 又或者你要搭哪條線就是3、4號月台 或者3、4號線 那所以呢 你不知道搭哪條線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試問人 又或者我介紹大家 可以用這個 乘換案內的APP 在這個日本APP Store 都可以下載的 它都很準確的 你只要輸入你想去到 或者出發的時間 然後它就會教你 在哪個站轉車 以及在哪個月台下車 上車等等 最後一個呢 如果你上了車 但是呢 你又不肯定這一個 合不合啊 因為剛才說過 你兩個月台 其實只有一條線 你可能大搭了反方向的 這樣你就可以問那裡的乘客 這一架車 可不可以去到哪邊哪裏 這樣 この電車は東京へ行きますか? 剛剛那句呢 就是問この電車 就是你現在搭的這班車 東京へ 就是去東京 行きますか? 去不去到的 或者你可以用這個 行きますか? 也可以的 你可以選擇用 マス型 或者用可能型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剛剛那幾句呢 也是我去旅行的時候 實際有用過的 是說剛剛我初學日文的時候 就是學了大家的日本語 頭十課的時候 就不是很懂得說 那用這幾句呢 他們也很好 如果我呢 不會給我手指 或者是指一些時間表 給我呢 你會很容易 就理解到 去哪一個月台搭車 或者這一班車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就不需要怕 不懂日文 但是去日本自由行的 因為 你只要 說幾句呢 我覺得 就可以應付到的啦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到這裡 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啦 左右兩邊呢 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再見 拜拜